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你 來到GMDOTS的Day 7 今天大家一定很期待 究竟我減肥的進度是怎樣 立即上網給大家看看我 我的磅數變成怎樣 今天是10月1日 早上差不多9時 我現在就上網了 今天的體重是66.7kg 比昨天輕了0.3kg 來到第七日的餐單 前面那六天不可以吃的米飯 今天終於成為主食了 不過大家要留意 可以吃的米只有糙米 除了糙米之外 你可以配搭任何蔬菜 任何水果 餐單上都建議你可以喝果汁 今天的餐單非常簡單 就是三餐都要吃一碗飯 加蔬菜或者水果 我們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煮了我們一碗飯 今天的早餐是一碗糙米加一片西瓜 由於今天三餐都要吃飯 所以我早就先煮好所有的飯 我預約一米半的份量 大概有三碗飯 糙米的處理方法和香米都差不多 洗乾淨後加一米半的水就可以煮熟 現在時間是早上九點半 我準備吃我的早餐 這個早餐包含了我很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這麼早吃這麼大碗飯 然後第一次吃飯 但是送西瓜 先吃飯 那我吃飯 午餐 我吃飯 午餐依然會有一碗糙米 但是配搭的就是一個西蘭花 西蘭花不加油 不加鹽就這樣煮熟它 除此之外 我還用今早切剩的西瓜 炸了一杯西瓜汁來喝 現在時間是差不多12點半 我準備吃我的午餐 先喝了新鮮炸的西瓜汁 然後就吃飯 GMDart裡面的最後一餐 就是一碗糙米配一碗你喜歡吃的燥蔬菜 那我就選了一碗糙米配一碗 現在的時間是晚上差不多7點半 那我就準備吃我這個GMDart裡面的最後一餐 終於吃完我GMDart的最後一餐了 終於完成了GMDart裡面的最後一天的餐單了 其實今天三餐都有飯吃 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首先就是因為我整六天沒有吃飯 另外就是我自己是一個澱粉質的愛好者 我很喜歡吃飯、麵、麵包、蛋糕 這一類的製品 所以可以吃飯 我自己真的挺開心的 在今天的餐單上面寫明 今天吃的米只可以是糙米 糙米就是我們平常吃的香米 在你還沒刨走的殼的時候就叫糙米 那這些糙米是比較難消化的 所以胃功能不是那麼好的朋友就要注意份量 可能一碗的份量要把它減一半 那GMDart的餐單就完滿結束了 在明天的時間我就會公布一下我最終的體重 和分享一下整個餐單吃完之後的感覺 我們明天再來個總結 明天見 明天見